现在不少轿车都有这样的一种功能 就是将车子从外面的遥控锁车之后 车内的人就无法打开车门 前些天灌难先有一个车主就利用这种功能 将进入车内的小偷锁了起来 来了个问中捉鳖 事发当天中午 薛先生驾驶一辆黑色轿车到县城某银行取钱 因为暂时停放在路边 害怕交警贴罚单 薛先生透过银行的玻璃不停向外张望 突然发现有人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里 这是他想起这个车门没有锁 然后他又用这个车门锁就随手关了一下 用遥控器将门关好后 薛先生赶紧跑到车旁 车里果真有个小伙子 自己放在座位上的三部手机 也已经到了小伙子的手里 任凭对方在车里怎么求救 薛先生就是不开门 直到警察赶到现场 将这名张姓小伙子抓获 张某交代 当天路过薛先生的车子时 随手一拉 竟然发现车门没锁 张某一头便钻了进去 没想到薛先生的车子 从外面用遥控器锁门后 从里面就无法将车门打开 为什么要人要进去 就进去吃的东西 找点吃的东西 都在饿了 就进去了 找到吃的东西了吗 没有 警察 张某自2009年起 因多次盗窃 分别被拘留和劳动教养 今年4月份以来 又多次采取拉车门的方式 进入受害人的车内盗窃 供道德物品总价值近5000元 这次由于我们来说明天的车门 我们来说明天的车门 在车门上 都在车门上 我们来说明天的车门